放大镜大家都知道 都见过 就是呢 把一个小东西放得很大 那么电子放大镜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今天呢我们就来 开箱这款电子放大镜 一看就是我们节目的标准产品 诶 全英文 没有中文的 又是一个外贸出口的产品 打开 有个快速指南 竟然是中文的 一块布 然后就是这个本机了 比我想象中要大 这底下呢 其实是一个摄像头 看一下底下还有什么配件 很早以前那种充电线 这个是接什么的 我们不太清楚 最后还有一个套 一个袋子 就是这么一款产品 看着像一个照相机 就这样子 等着高校用的 这是个照相键 这边是个开机键 这边还有放大 这个什么标志 不太懂了 这边底下还有一个TFX口 一个播放键 数据线出口 TV-out 就是可以接电视 这个东西居然还可以接电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神奇的东西 是不是需要自己装电池 不需要 来 这边了 它直接给我们一块充电电池 这 这就好操作 直接开机就行了 还有机宝 Welcome 开机直接就是一个 镜头画面 看远的是一点都看不清楚的 模模糊糊的 就是那种 近视眼的感觉 但是我们看近视看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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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特别的清楚 这个倍数呢 应该是 我量一下 我用我的指甲盖量一下 EC的E 我们E 大概是 小拇指的指甲盖这么大 然后看一下 诶 这个原版的在哪里 原版的在哪里 原版的在哪里 四分之一 那也就是放大了四倍左右 再来看一下 这边还放大几 我们再把它放大看一下 一二三 四 可以按四下 这里电子变焦显示呢 是可以放大到25倍 其实呢 最好的倍数也就是两倍 特别清楚啊 再放大都会有点模糊 另外一个按键的效果 我们按一下 哦 变黑白了 变蓝色了 变蓝底的了 变黄底的了 变黄蓝了 正常了 加了滤镜了 滤化了 这个变化还挺多的 就是为了让你更加看清楚这个字 而设置的这么几个滤镜 还有最后一个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键好像没有看出什么效果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边其实是 这有个辅助的 我们看一下 打开辅助之后 这个是拍照的 这边的 这样子好像感觉更清晰的 这有点先进 好吧 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先进了 也就是把这个 糖胶的镜头 直接放到这个机器里面 以固定的倍数 来把字体放大 这么一个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看掌握 是不是有点恐怖 这个 我这个掌握有点恐怖 给它换个滤镜 时间没了 这个滤镜 好像除了看书房以外 看别的不行 但是看姿势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 实际场景来试试看 这么小大家看不见吧 看到没有 不要太清楚好不好 太清楚了这阵势的 你就不用带那种 放大镜拿着放大镜 你只需要拿着这个放大镜 好像效果差不多 但是它还可以拍照 可以起到一个笔记的效果 拍照留念就可以了 我们来拍个照 诶呦 No Sincar 插卡才可以 那居然它可以放大的话 我们就来试一下 放大点别的东西 那我们找一下 这位老哥来看一下 这位老哥 加他后来 诶 不要跑 我给胖虎的头放大一下 黑不溜球的 它是不是能够找到 跳蚤 看到没有 这个毛一根一根的 看有没有跳蚤 看到很清楚啊 这个毛 再给它放大 放大 放大 放大以后怎么 感觉跟刺猬毛一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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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上有没有细菌 感觉都是划痕 全都是划痕 呦 全都是划痕 看下这个钱 哇 中国 这个果子是这样子的 诶 看到一张俊俏的脸 是我们的毛爷爷 就是这么一款简单的 电子放大器 这个东西呢就比较适合 那种老人家来阅读书 对了 如果你有这个东西 你最想放大看一下什么呢 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哦 那么我是大熊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屏幕点赞 关注我 好、貴 принципе 好